假设检定的部分 假设检定 我们说就是我们要对母体参数做一个假设 然后我们做假设检定的第一步骤 是要先把这个H0和HA假设先写出来 H0通常我们要去推翻的 然后我们是假设它为真 那记得等号永远都放在H0 不要忘了等号要放在H0 那HA的话就是放我们要验证要支持的 所以HA总共有三种 一种是双维检定 另外两个是单位检定 然后单位又分为右围和左围 什么样的题目会放双维检定呢 如果你看到什么 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话 就是双维 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什么也是双维 然后或者什么什么是不是什么什么 这都是双维 右围检定的话就是什么什么大于什么什么 只要有那个大于啊超过啊这种的就是右围 如果是小于或减少就是左围 可一号就是三种alternative 那记得H0的话一定放等号 然后是先假设为真 然后我们目的是要去推翻H0 好然后呢假设写好以后呢就要去算我们的统计量嘛 我们说统计量就是你有点像证据的概念 所以就是从sample来的 然后呢可是它那个sample来以后呢我们是先假设我H0为真 所以我会有那个μ0或P0 我利用那个μ0和P0 跟我的这个sample results 然后去做一个整理 就像标准化的整理 所以这边带μ0这边带P0 然后去算出这个统计量 要么是G要么是T这样子 好算出统计量以后呢就当做证据 证据出来以后呢你要去跟你算出来的 你决定的那个alpha去给它做比较嘛 那alpha的话通常是你可以先自己决定的 它是什么你最大容忍犯行业错误的几率 你最大愿意犯错的几率 所以alpha是你可以先自己决定的 那alpha呢可以先去 alpha我们用alpha去推出你的critical值 这是假设一个诱为检定 用alpha去推出它的critical值在这里嘛 然后你的test statistic的话可以去推出p-value p-value是什么 test statistic是在H0为真的时候算出来的嘛 那我们说p-value就是算出来的这个统计量 比它更极端的值出现的几率是什么 所以比它更极端的值出现的几率如果很小很小的话 就表示我可以很我可以拒绝H0的意思嘛 因为H0是什么 p-value跟alpha比嘛 p-value如果很小很小比alpha还小的话 我就可以拒绝H0 可以哈 如果这边你还有哪边搞不懂的话 记得一定要来问我把它搞懂 可以哈 所以alpha去推出这个critical值 然后test statistic推出p-value alpha跟p-value比较 critical值跟我的test statistic比较嘛 我们的拒绝欲不是用这个找或者是用这个决定的嘛 可以哈 这是找拒绝欲的方式啊 有没有用critical跟我们test statistic比 去找拒绝要不要拒绝 或者是p-value跟alpha去比要不要拒绝 好 那寄table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出几率值 那t-table的时候记得你的p-value是一个范围 因为它上面没有几率值 所以你是用alpha去推它的那个几率的范围 好那除了p-value以外 这一节还有讲那个讲这个行音错误行二错误嘛 行音错误什么 拒绝对的H0 行二是不拒绝错误的H0 然后power的话就是 拒绝错误的H0的几率 好那我们只要给你其中一个 就是我给你alpha beta 还有sample size 这三个的其中一个的话 其中两个你可以去把另外一个推出来嘛 给你alpha beta你可以推出n 给你betan你可以推出alpha 给你alpha beta你可以推 给你alphan可以推出beta那样子 那beta跟1-beta这个也是相关的嘛 所以这三个还有n都是可以互相相推来推去的 还有他们的那个关系 n上升beta就会下降嘛 然后alpha上升beta也会下降 那beta下降的话 1-beta就是power就会上升 好所以这个怎么去算他的那个几率 还有他们的关系 要把它搞懂 好那这就大概 假设检定的部分 然后假设检定 然后对他你会找拒绝欲 然后还要会下你的conclusion 你的结论 那我讲过结论的话 还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就是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啊 还有险不险著 这些都是关键字 那记得我们在做假设检定的话 就是拒绝h0或不拒绝h0 那拒绝h0会表示说我支持我的ha 可以 好第一招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 2 sample test 那我们有提到 独立样本啊 还有成对样本 还有比例差这三种 那这边的话 我保证我一定会考一体 一体以上的计算体 那到底是哪一个 我就不告诉你们 两班也会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要用就是 呃 假设为两个是相同 或者假设为两个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有在第二章的时候讲过嘛 你可以做ftest去检查 那 呃 这边的话还可以考量 就给你一个 嗯 情境 然后你告诉我说 诶这是独立样本 检定啊 还是成对样本检定 还是比例差的检定 这样子 好 然后另外还有说confidence interval 这些怎么去算的 这些大家会 这边是那些检定的那个 过程嘛 然后拒绝欲啊 或者是pvalue怎么去算 好那第二章的部分的话呢 ftest这个 嗯 我们第二章一开始先讲了ftest嘛 我们说ftest是两个母体的变异的笔质 然后呢ftest的话呢 又可以去做什么 做这个anova的检定 anova的话是在这个三个以上的母体平均数 去做比较呢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提到说 以不同的实验设计下 你可以做不一样的这种anova的检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实验设计方法 我们提到三种实验设计方法 第一个是这complete randomize design CRD 然后RBD randomize block design 和factorial design 这三种嘛 那CRD是什么 就只考虑一个因子的影响 对我们的response的影响 所以就是我们的one wayanova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CRD的设计 然后呢RBD呢 是多考虑了一个因子的effect 但我们放这个新的 我们多考虑一个因子进来 可是我们放了这个新的因子 我们不care它的effect嘛 它只用来降低它的 降低我们的sse的部分 但是我们没有要管说这个新的因子 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response 那factorial呢 factorial的话就是我这两个因子我都要care 我一样交了一个因子进来 然后我也在乎说这个新的因子 会不会也影响到我的response 那除此 除了这两个因子自己怎么影响response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它们两个的交互作用 好所以他们的整个写起来 CRD的话是total等于treatment 加我们的error term RBD的话是total加block 加我们的error term 那我们说RBD呢 虽然它其实还是one way 它背后的概念是one way ornova 可是它计算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two way ornova的计算 好那factorial的设计呢 就是一个factor加第二个factor 然后再加error term 然后如果交互作用的话 就是把多加一个交互作用进去 那我们有说如果交互作用显著的时候呢 你这个factor1,factor2都要放进去 放进你的modeling 好那这个anova表啊要怎么去 它彼此的关系这个也要知道嘛 那后来我们这边在做anova的假设是什么 就population是follow常态分配 然后equival variance的情况 然后我们sample是随机抽取 然后彼此都是独立的 好那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anova表出了你要自己会写 或者是说我们用那些统计软体产出的那个报表 你要会看 然后彼此的关系要搞懂 比如说我几个挖控 然后呢你要去把它用出来嘛 还有说test跟这个test testate跟你的critical值怎么去做比较 然后要拒绝还是不拒绝 好那我们有说说我们anova做完 然后如果是拒绝h00的话呢 表示说什么 至少有一个mu跟人家不一样嘛 那你要是我们知道到底是哪一个 哪一个就是group 就是treatment里面的哪一个group 是跟人家不一样呢 我们要去做事后比较啊 那事后比较我们在课本上 介绍了这三种事后比较方法 那我们有说事后比较不同的方法 因为它的基准点不一样 就它那些标准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做出来的结果会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这边的话 到底就是我可能会给你 比如说像confidence interval 或者说我给你他们的critical值啊 然后呢 你就是要会去辨认说 到底是哪一个跟哪一个是不一样 哪一组跟哪一组是不一样的 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再解释一下 比如说那我们的y是乘积嘛 然后乘积我们这边的话 的response是连续型的 然后我们的x呢 我们的那些factor都是类别型的 比如说我有个因子1 它是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呢 我们叫factor或treatment 还有三个levels 一个是线上 线上 然后一个是自学 一个是面兽 然后呢我还有个因子2 它是年级1234 所以还有四个levels 那我还可以有因子3啊 科系因子4什么的 这些因子记得我们都是类别型的资料 然后呢我的response是continuous的资料 如果我只考虑一个因子 就是CRD的设计的话 是one way ornova 所以我要看说 诶不同的教学方式 会不会影响你的成绩嘛 成绩跟教学方式有没有关系 所以你要看说不同的 就是这边是一个mu1 等于mu2等于mu3 表示说不同教学方式 不会对你的成绩有影响 是我们的h0 那后来h1是什么 至少一个mu跟人家不一样嘛 跟其他两个mu不一样 好那 这是只考虑一个因子的时候 那如果我考虑两个因子的时候呢 好我们可以画出像这样子的 形式嘛 因子1的话跟刚刚一样 你的收客方式 那因子2的话 我们刚刚这边 因子2是年级 所以做成像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什么 一个4乘3的table这样子 然后来如果说我在乎因子2 就是年级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成绩的话呢 表示说我要做一个factorial的设计 所以我要看因子1有没有影响成绩 因子2有没有影响成绩 甚至或什么 把他们两个的交互作用也要考虑进去 那如果我今天加了因子2 其实我不care他们年级 到底会不会影响成绩的话 那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是要把像我们第一张的 那个match pair的方法一样 只是为了要降低我的error 那我们要说 这边我们只是为了要降低这个error 跟这里的比起来 这里的error是不是比较低 因为他多加了一个factor进来 那我们把这个factor叫做block 就是当你不care这个新的第二个因子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第二个因子叫做block 好那我们还有另外提到repeat measure 就是说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格子 就是一个sell的意思 这是一个sell 那里面看有几笔 就是我们我们讲义上的那个nplum 那像这边如果有两笔的话nplum 就是二要再讲一次 就是你要会知道实验设计的方法 你要我给你情境 你要告诉说 诶这是rbd还是crd之类的这样子 那后来还有就是anova table 要把它关系弄清楚弄懂 然后会下结论这样子 好那我们回归分析的三大步骤 当然就是先建立你的回归 建立你的回归 然后来评估 建立好你的那个回归以后 就评估你的模型 我们要怎么评估模型 你可以那个去检查你的那些recision 有没有follow那些规定 有没有常态分配啊 然后min是zero constant variance 然后彼此独立这些的 去检查你的recision以后呢 你还可以去看你资料的配置度 比如说r2 anova的r2 看那个什么 你的这个模型可以检视多少y的变异 然后anova的test的那个f 我们看整个模型的显著性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 诶这些x跟我们的y 到底有没有线性相关 那如果说我要知道个别的那些beta 跟我们的y 就是个别这个x1跟y x2跟y的话 我们是不是对那个beta去做test 对那些beta去做这个marginal的t test 好那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某模型 你觉得配置得很好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去应用你的这个模型嘛 那后来你可以去解释你的回归系数啊 就是解释说 诶这些beta要怎么interpret 然后后来还有你的怎么去估计y 就是用你的y head去估计y嘛 那y和y head之间的差异是我们的recision 那另外还有这个我们讲的confidence interval 和prediction interval这些 好那回归用处当然就描述资料啊 然后你可以估计你的beta 估计你的那个standard error 还有你的y head 还有知道说essay会影响y嘛 那一个x会影响y 这个上课有提到 那后来我们的步骤这个刚刚讲的 好然后这边 这边当然就是 这是母体的概念嘛 y等于beta0加beta1 x加epsol 那后来这些是我的parameter 然后这是我estimate 我用b1estimatebeta1 b1estimatebeta1嘛 y head去 就是我们的这个fitted model 然后这两个的差异当然就是我的error term 那error term用小1表示 好b1estimate coefficient 我们有提到说要怎么去做计算嘛 那后来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error term要follow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可以去说用mse去估计 好那还有我们的那个判别 判定系数r平方就是这个sr除以sstotal 所以看说呢我的这个model 能解释y的变异 占总变异的多少嘛 好所以这边就是要搞懂 这个 这些 模型他们每个的彼此间的关系啊 confidence interval是什么 prediction interval是什么 prediction interval是什么 要怎么去interpret 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 残差的检测就是这个嘛 error term这个 要怎么去做检测 我们说normal的话 你可以去画histogram 或者画box plot 然后来这个error term的话呢 这个可以画我们的residual 和那个y head的scatter plot 然后看它 它必须要有就是均匀散布 然后不能有任何的pattern嘛 然后independent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做derbin-watson的test 所以这边就是 你要会看那个 画出来的图 或者是你要去知道说 要去做什么test 去检测这些 就是对参常做检测 好那除了说我们对那个 y的 x等于一个什么值的时候 y的这个cr和pi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对beta去做confidence interval 或者对我们的residual去做confidence interval 把这个上课提到 好那第四章的话 就变成multiple的这个linear regression 那就是x 变成很多个x嘛 好那一样这个回归系数 和这个x1x2 是我们的预测predictor 然后y head dependent 这个都一样 那这个我刚才说用mse去预估计它 好那这边的时候 我们还提到这个domin variable 就是说如果你的x类别变数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做domin variable 就是我们的indicator variable 那记得我们需要的数量是label-1 那比如说像刚刚那个 我说年级四个label 所以我只要三个domin variable就好 然后上课方式有三个label 所以我只要两个domin variable就好了 好那这边还有提到这个adjusted r square 我们说呢 因为那个x1就是一直加新的x进来的时候 那r平方怎样都会增加 不管说你这个新的x到底有没有用 我这个大蓝平方都会增加 所以我们用调整的这个判定系数 去防止说这些没有用的x加进来以后 它那个r平方又增加了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是multiple的时候呢 那记得我们是要看这个调整型的r平方 那如果你是simple linear regression的时候呢 就要看这个一般的r平方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一样就是你要回去interpret 那些β嘛 不管是类别变数的情况啊 还是就是一般那个numerical的情况 然后如果还有interaction的时候 记得要把interaction term的那个 也要加进去你的β 那边的β也要加进去 然后这里的最重要就是你要会去看 我们那些统计软体的产出 就是那些爆表 然后你要会去interpret那些 那那个上课也有提到 然后来还有那个贡献性是什么啊 贡献性就是说x彼此之间 有线性相关的这些关系嘛 所以你必须要用什么bifr去检测啊 或者什么你可以看r平方 会不会因为一个不显著的变数加进来 然后让r平方增加什么都 有可能是贡献性的问题 上课讲也有提到很多可以去检查贡献性的方法 那这边还有提到这个f test 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整体xi对外有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嘛 然后呢还有什么样是叫做好的fit 什么是不好的fit 好的fit就是r平方很高啊 然后f很大 然后呢你的aeroturn很小嘛 rissy就很小都是好的一个配饰情况 那不好的就是相反这个有提到 那这就是大概这四张的部分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是email我吧 或者是你要上课过来我也可以 好那就这样子祝大家考试顺利啦 会放下齐了 卡 你 我 他 我 Pet